大家好 歡迎來到長歌行 我是美玲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一段時間以來 很多人看新聞 其實都在等待著一個爆炸性的新聞 這個爆炸性的新聞就是習近平的下台以及中共的倒台 這件事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中共的滅亡其實已經是大勢所趨 眾望所歸 而且眼下 民心於習近平的意志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離心離德 這也是一個政權滅亡之前的典型徵兆 對此 習近平不害怕嗎? 接下來 美玲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這幾天讓習近平害怕的一系列的事情 8月28日 美軍第七艦隊宣布 美國兩艘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航艦錢勒斯‧維爾號 與安提坦號穿越了臺灣海峽 執行例行性任務 以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 這是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以後 美軍首次穿越臺灣海峽 時機相當敏感 美軍第七艦隊也在臉書上曝光了相關照片 自佩洛西訪台以後 中共不斷在台海周邊實施大規模的軍演 並叫囂要使軍演常態化 威脅國際航道 美國方面則不斷有議員或政府官員訪問臺灣 這次美方軍艦高調穿越臺灣海峽 亦在敏感時刻明確表達美方立場 美軍派出兩艘導艦巡航艦通過了臺灣海峽 也是急不尋常 因為以往美國船艦穿越臺海一般都是單艦 或者搭配一個油彈補給艦 而這次穿越臺海則是火力強大的兩艘神盾巡洋艦 對中共武力威懾意味十分明顯 中共東部戰區28日發表聲明 稱美國公開炒作軍艦穿越臺海的行動 戰區部隊隨時做好挫敗任何挑釁的準備 不過 美軍已經穿越了臺海 不知東部戰區是不是以為這已經算是口頭挫敗了美軍 前兩天 我們說過習近平李克強爭相慰問確診COVID-19病毒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中日建交50周年之際 拉攏日本的用意明顯 不過 日本深安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一點 在台海的問題上 日本與中共絕無共同利益可言 所以 美日同盟相當牢固 自8月28日起 美日陸軍東方之盾開始在日本九州路爾島縣 正式開展一年一度的聯合軍演 展示陸戰實力 這是兩國陸軍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聯合野戰演習 在經典當天 美國陸軍首次在日本使用標槍飛彈進行實彈射擊 標槍飛彈有著戰車殺手之稱 是這次俄歐戰爭中 美國援助烏克蘭代表性武器 美日的電子戰部隊還將首次進行聯合反艦戰鬥訓練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建議中共在東海和臺灣周邊的軍事活動日漸頻繁 日本陸上自衛隊希望通過軍演展現其陸軍戰鬥的優勢 建議牽制中共 在軍演開幕儀式上 美國陸軍日本司令部少將沃威爾強調 美日兩國夥伴關係對區域安全至關重要 沃威爾表示 70年來 日本人和美國人共享親密的友誼和持久和平 在這自由的邊緣 我們的夥伴關係是實現綜合威懾和區域安全的關鍵 我期待在這次軍演中 強化我們的訓練和備戰 並增進我們的友誼 這次聯合軍演 美軍大約是700人 日軍大約是1400人 共計有2100名軍人參加 按計劃 軍演將持續至9月9日 還有一個讓習近平不安的消息 那就是烏克蘭國會本月稍早成立跨黨派友台小組 小組共有15人 由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列日科領軍 8月25日 烏克蘭國會友台小組與臺灣立委召開了第一次線上工作會議 梅列日科在推特上表示 雙方就應對共同的挑戰交流意見 烏克蘭與臺灣人民一定會堅韌 並且會繼續努力捍衛民主和自由的未來 8月27日 美國新聞週刊披露 烏克蘭國會友台小組宣布成立的前夕 中共駐屋大使范仙榮曾試圖跟梅列日科見面 但被梅列日科拒絕 梅列日科表示 范仙榮曾向執政黨人民公普黨的黨內大佬抗議 所幸 這些大佬並未向他及友台小組成員施壓 上週 北京當局繼續向烏克蘭駐中國大使館施壓 梅列日科批評 中共在試圖對外國國會發號施令 梅列日科指出 今年3月 自己曾和數名議員嘗試拜會范仙榮 就開辟了人道走廊問題 尋求中方支持 不過當時 范仙榮拒絕與他們見面 在那之後 梅列日科意識到 與中共打交道是沒有好處的 那 的確如此 烏克蘭在這次的戰火中 可以說才真真切切領教了中共的陰狠 作為前共產主義國家 2015年4月 烏克蘭最高議會通過一項法案 禁止納粹和共產黨的標誌及其思想 法案規定把烏克蘭各地以共產黨領袖命名的街道重新改名 禁止宣傳共產主義思想 違反者將被處以5到10年的有期徒刑 境內所有蘇聯時代的秘密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門的檔案將全部解密 當時參加投票的307名議員中 有254人投下了贊成票 詩人烏克蘭總統的波羅申科表示 難道烏克蘭還沒有到完全徹底清除共產主義污垢的時候嗎? 這個制度造成了百萬無辜人喪生 製造了政治迫害 流放和大饑荒 烏克蘭當時清除共產主義的污垢行動成功了嗎?沒有 因為烏克蘭遭到了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共的利益誘惑與威脅 當年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被記者問及烏克蘭禁止共產主義事實 就極具誘惑地打出了利益牌表示 中共是傳統友好的國家 雙方繼續發展互利友好合作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其實 沒人能與中共有著共同的利益 大家要知道 烏克蘭是中共最重要的軍事技術來源國 許多前蘇聯的軍事科技研發中心與武器生產工廠都位於烏克蘭境內 蘇聯解體以後 這些技術與工廠有不少留給了烏克蘭 包括蓋到一半的航空母艦 中共的遼寧號航空母艦就是由烏克蘭賣給中共的瓦聯格號改造而來 當時 雖然美國不斷勸阻烏克蘭不要出售瓦聯格號給中共 但當時的烏克蘭在中共的金錢攻勢之下 還協助疏通各種阻礙 使土耳其同意放行讓瓦聯格號通過 這艘瓦聯格號後來被重新改裝 成為現在的遼寧號 這也是中共的第一艘航空母艦 後來 中共又以瓦聯格號為基礎 在改良部分設計以後 建造出第一艘自製的航空母艦山東號 在這整個過程中 還傳出有不少烏克蘭籍工程師受聘到中國 進行技術指導 協助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難題 除了協助中國發展航空母艦 目前解放軍大量建造的052D型驅逐艦 背後也充滿了烏克蘭的影子 除了航空母艦 更重要的是艦上的艦載機 當年 中國向俄羅斯購得第一批蘇-27SK戰機以後 便開始研究仿制 命名為殲-11 並打算如法炮製 再購買少量的蘇-33來仿制 這讓俄羅斯非常不滿 導致雙方的談判破裂 中國於是又轉向烏克蘭求助 那時的克里米亞半島尚未被俄羅斯吞併 仍由烏克蘭軍方管理 蘇聯發展蘇-33時的原型機就被封存在這裡 在中國重金利用下 烏克蘭將原型機交給中國 讓中國利用逆向工程 與先前仿制蘇-27SK的經驗 發展出殲-15 擁有了自己的艦載機 其實 烏克蘭當時的做法 除了利益上的考慮 當然還有地緣政治中尋求生存的考慮 因為世界的三邊是西方 俄羅斯 中共 不過 通過這次俄乌戰爭的教訓 烏克蘭被中共兩肋插刀的事實 烏克蘭也終於看清誰是敵 誰是友 這個友台小組的成立 相當有覺醒意味 前幾天 咱們還說過這麼一條新聞 就是8月9日 《伊魯撒冷郵報》刊登了一篇觀點文章 以色列是時候離開北京了 文章中表示 以色列現在應該遠離中共 並重溝於台灣的關係 文章中指出 在1996年台海危機以後 以色列跟中共有著長達10年的軍事合作關係 並將一些敏感的軍事武器販賣給中共 中共多次承認 以色列的高科技部門 與其他世界的重要學術機構 是他們的重要技術來源 以色列是時候離開北京了認為 以色列必須重新評估與中共之間的關係 以色列學者和科技企業應該加深與台灣之間的合作關係 雖然台灣的經濟體量不如中國 但擁有自由的市場經濟 法治和知識產權保護 儘管以色列企業能夠在中國短暫獲得大量利益 但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業務和技術都會被偷走 文章的作者還點名 自由市場獲利最終會超越中共獨裁市場 現在北京支持伊朗的表現 足以讓以色列看清楚誰是敵人 誰是朋友 今年6月24日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 闡述了組建新的全球自由聯盟的必要性 以防止形成包括俄羅斯 由中國領導的泛歐亞巨無霸的霸權統治 蓬佩奧表示 在我們當前的地緣戰略重點之外 美國必須幫助建設三座自由燈塔 這些燈塔應該集中在衝突激烈的國家 烏克蘭 以色列和台灣 他們可以成為連接全球自由國家聯盟的 新安全架構的枢紐 加強每個成員國的實力 並且及時將這三個堡壘與北約聯繫起來 以及新的擴大的印太安全框架 他們共同建立一個全球自由聯盟 這將是美國受益 現在烏克蘭 以色列 台灣的選手聯合 的確是世界覺醒的象徵 讓我們一起來樂觀齊成吧 好的 觀眾朋友們 以上就是長歌行今天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分享 我是美玲 我們下期再見